果真是叔叔有练过哦 基隆市议员李敏勋和基隆市议会议长 童子伟展现不凡的身手 和暖西国小棒球队员们进行投接球的练习 让暖西国小哨棒队员们也很佩服 为了力挺暖暖区暖西国小棒球队 并且协助从小培养棒球人才 在基隆市议员李敏勋争取 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相挺下 争取40万元经费 将在今年暑假期间帮助暖西国小 在风雨操场里面增设天网以及发球机 让暖西国小棒球队可以不受天气下雨的影响 在风雨操场内进行棒球投打练习 童一长也非常爱棒球 所以说我们希望说从小扎跟棒球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我们要给他们在这个设备上 能够有一个比较素人家的起跑点 那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棒球队的一些建制跟设备上 我们都会来投入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在本市各个有哨棒的这个棒球队 我们都会努力来争取更多的经费 然后给我们这个棒球队 让他们来做这个更多的资源可以来做练习 那期待未来我们基隆市的哨棒队都可以打出很好的成绩 然后甚至在全国都可以拿下优良的成绩 那未来我们可以在基隆这个地方可以多出几个可以上大联盟的这个球员 这是我们未来所希望的 投资棒球投资孩子永远都不会浪费 我们现在暖息过来有风雨潮场 那由于因为基隆多雨的气候 所以我们在棒球的训练的环境上面跟南部还是有一定的落差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基层教育的努力 来希望来增加我们棒球的这个选手的值跟量 那我想民进院特别的用心 特别带我来看 那我们今天决定帮学校来争取这个天网 就是说他们在打击的时候 球不会飞出去 然后也来去增加训练的发球机 我想都需要这个在地的议员跟校长的努力 那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 我们不管鱼工鱼丝对棒球的喜好也好 那对我们基隆士棒球的发展也好 我们都应该一点一滴的来累积在精神教育上面 对于议长和议员的力挺 暖息国小棒球队刘教练感谢又感动 因为这样等于有了现成的室内棒球练习场 不用再受到基隆天后容易下雨 而无法让小球员进行户外的投打练习 也非常感谢就是爱棒球的议长 然后还有议员 也是我学长议员 然后来支持我们暖息棒球 因为其实在基隆要打棒球 其实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因为基隆就是也算是一个地下人仇地方 加上多余的天气 所以其实在学校里面要有练习的场地 其实是比较少的啦 所以其实真的很感谢议员 如果把这个网子弄起来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里面直接就是做投打练习 其实在基隆的学校来说里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相信其实在其他县市的学校啊 在别的学校里都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场地 对 所以其实真的也非常非常感谢议长 还有议员来支持我们暖息的棒球 暖息国小棒球队已经成军四年左右 也是基隆市暖暖区唯一一支少棒队 本身都是棒球迷的童子伟和李敏勋表示 能够尽最大的力量协助从小培养棒球人才 希望可以为基隆市争光之外 未来也可以进军世界棒谈 为台湾争光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敏勋响